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中两国大国之间韩国外交将何去何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专家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应该维持稳固韩美同盟前提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否则将面临失去美国信任的同时也无法满足中国期待的尴尬局面 来看下一条 韩国宠物狗下月有专用电视节目看 据韩国ICT业界近日的消息 有线电视西杰Halloween将从下月开始播出宠物狗专用电视节目DogTV 这档专为宠物狗准备的电视节目目前已在美国以色列播出 西杰方面表示 收看节目能够帮助留守家中的宠物狗缓解压力 海浅无聊感 目前在美国圣地亚哥已经拥有一百万宠物狗观众 韩国驱使研究所长指出 人们已经开始将宠物视为家庭的一员 使用ICT技术的人性化服务将成为业界新焦点 体育赛事先及电视换代风韩国产商市场路线出炉 三星电子和LG电子等在世界电视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韩国企业 也开始制定以超高性电视为中心的生产线 竭力打造营销战略 三星电子、LG电子和索尼等海外电视生产商纷纷计划 明年销量将达到2.3亿台 同比增长4.1% 市场规模将高达1000亿美元 业界人士称 明年平板电视将迎来换代十周年 加上在各种体育赛事的气氛渲染下 第二轮换代需求在即 进口维生素C产品被爆在行售价过高 26日 大韩家庭主妇俱乐部联合会对市面上流通的进口维生素C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进口维生素C在大型卖场内的售价是国外平均的3.5倍 网购方面则是2.9倍 而有的产品竟高出7.1倍 对此有关方面表示 大部分的进口维生素C产品价格需高 有必要通过调整流通利率促进达到合理价格 最后来关注娱乐新闻 齐荒后再次更新收视率赢得月火局冠军 MBC电视台月火剧齐荒后再次以紧张的剧情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保证了收视率 目前电视剧又以超高人气更新收视率引发热议 本周播放的电视剧齐荒后的全国收视率为17.2% 成为同时间段月火局收视第一 这足足比上一周的16.9%增长了0.3% 实力不容小觑 以上就是亚洲经济的主要新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详细资讯 请您关注亚洲经济的官方主页以及腾讯新浪微博 谢谢您的关注 再见